美国又发生因为防疫而引起的枪击事件 奥克拉河马市警方表示 一家麦当劳为了防疫实施限制措施 有两名客人不满被请出用餐区 掏出枪对两名店员开枪 事发的麦当劳餐厅因因应新冠病毒疫情而暂停内用服务 一男一女周三进入餐厅被员工要求离开唐食区域 但遭两人拒绝双方之后争取与打斗 期间两名客人枪伤了职员之后逃逸 警方随后在附近截获两人 三名快餐店职员在事件中受伤 其中两人中枪 一人在打斗中受伤 警方表示其中一名店员腿不中弹 另一人肩膀受伤 伤势都不会危及到性命 赶底现场的警方也表示 有一名女性员工头部受到割伤 两名嫌犯已经被警方逮捕查扣 稍后将被落案控告 而除了这起事件 几天前在密西根州 一家Family Dollar Store连锁杂货店的保全人员 在要求客人配合后遭开枪击毙 德州达拉斯市一家美容院的老板 薛丽露瑟 因违反该州居家避疫禁令 坚持让自己经营的法郎营业 5号遭到法院劝阻之后 仍坚持继续营业 最后被判坐牢一周 露瑟的法郎于4月重新开张 无视当地目前只能够从事 必要性商业行为的防疫规定 不仅持续营业 甚至在电视镜头前撕毁执法人员 贴出的停止营业警告通知 露瑟说不开店我就没办法养家 我的员工也没办法养家 当地的地方法官摩耶说 如果露瑟愿意停业即表示歉意 他愿意轻判并处以罚款 但露瑟却说养家并不自私 如果您认为法律 临驾在央家活口的义务上 那您请便 但我是不会停业 对于雪莉露瑟被判监禁一周 德州共和党籍的检察长 与联邦参议员克鲁兹都公开声援 此外德州州长艾伯特 也认为法官的判决过重 他说在疫情期间 遵守防疫政策固然重要 但监禁一位母亲的做法显然太过强硬 州长于是立刻下令 开放美法沙龙业者和理法厅 在8号之后可重新营业 而这项决定比原先预定的时辰提早了一些 网络上流传美国国防部一份新的备忘录 内容显示 曾感染新冠状病毒疾病的人 不得加入美军服役 国防部发言人 已证实这份备忘录的真实性 美军入伍事务司令部流出的 这份备忘录内容指出 曾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将永久丧失资格 国防部发言人迈克斯威尔 已经向军事时报证实这份备忘录的真实性 至于其他非慢性的病毒性疾病 为何没有比照办理 迈克斯威尔则拒绝说明原因 备忘录写道 在医疗史面谈或审查期间 经实验室检测或临床证实 有COVID-19病实者将永久丧失资格 一名匿名的官员告诉媒体 这项新措施是充当临时指导原则 不代表可能入伍的新兵会遭禁止服役 目前并不清楚这项临时指导方针 是否会扩及现役军人和想要重新入伍的人 目前至少有5000名美军 已经感染新冠肺炎 LG集团旗下化学事业部 在印度东部沿海投资的化工厂 7号清晨传出重大事故 据报LG工厂内的两座5000公顿级 本乙锡租存潮因不明原因发生严重外线 至少导致11个人死亡 超过300个人送医 还有超过1000人疏散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LG化学在声明中说 状况已经获得控制 当地政府表示7号凌晨 约3点化工厂有大量本乙锡气体外泄 而附近村庄居民都还在睡梦中 数百人吸入有毒的气体 受害者说他们的眼睛有灼热感 而且呼吸困难 还有人抱怨身上出现疹子 而这起事件导致方圆三公里地区的居民恐慌 许多失去知觉的人就躺在地上 身为LG聚合物业主的LG化学说 如果吸入外泄气体 可能会导致恶心和晕眩 他们正确保不适者尽速接受治疗 目前印度当局正在调查外泄的原因 一名在首尔的LG主管说 发生事故时 工厂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封城 目前处在停工状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您的观看